圆景推开门后 戴帽子的男子 缓缓走进派出所 外头含风刺骨 他身上穿着薄外套 让人看了好心疼 派出所内 吃着圆景准备的热食 原来24号下午 60岁流星男子 从台中风源住家 搭公车到谷关 坐上往离山的末班车 在离山宾馆闲晃 本打算等公车回家 但怎么等 就是等不到车 妻子回家惊觉 丈夫竟然不在家 立刻打电话 才发现他人受困离山 吓得报警 深夜里山区只有6度低温 男子穿着薄外套等待 不停发抖 警方先把人带回派出所 但还是不放心 干脆连夜行驶中横便道 把人送回谷关和妻子见面 今天就等我靠去 这衣服 我先穿着 他出门了都没招物 招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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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下山 没有 吃时候 我一家 最后一半是三点多 不知道 家所指出 男子过往头部受伤开刀 无法完善表达 索性远近 暖心帮忙 来回中横将近100公里 顺利让男子和家人团圆 记者黄祥复 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导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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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录约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队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